今夜最新消息来关心台中市金船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因为位在清水区中山路的一处民宅 有一家七口凌晨两点到大雅区的一个早餐店吃宵夜 结果后来全家人陆陆续续都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 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而食安处货报之后也立刻派员前往店家击查 29号下午两点多41岁的五姓女子躺在单架上 被救护车送到急诊室 因为她上吐下泻疑似感染性肠胃炎 而他们全家人都出现类似的症状 一个小时内陆续被送到医院 29号凌晨两点多台中清水这一家七口 到台中大雅区一家传统早餐店吃宵夜 他们点了铁板面小笼包尖脚等中式餐点 还点了奶茶豆浆来配 但一个小时后这家人回到家 却陆陆续续出现呕吐腹泻 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 七口中年纪最小的七岁女童 出现腹痛恶心的症状 其中16岁的理性男子 甚至还出现了严重上吐下泻的状况 住院观察 医事分析这家人一次都是感染性肠胃炎 时机来到他们当日用餐的店家 就位在台中市大雅区的民生路一端上 热腾腾的蒸笼还在蒸小笼包 晚餐时段也陆陆续续有民众前往 店员非常忙碌 多少会有一点啊 可是我们就尽量找餐厅 看起来比较 29号下午4点台中市食安处 结果医院通报 当时店家还没有营业 因此食安处派员在晚间营业时间 到现场击查抽验 表示后续如果调查结果 失业者餐时造成食物中毒 将依食安法开罚6万到2亿元罚欢 并且移送司法侦办 记者高与刘建宁 江志南 SNG小组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